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稀缺中国》一书的作者马洋和叶文斌说 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稀缺 这种稀缺不局限在资源和商品方面 还延伸到社会和政治问题层面 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睡不着觉 那就读读这本书吧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大力推荐的就是《稀缺中国》这本书 《稀缺中国》的作者一位是美国保尔森学院的研究员马洋 一位是PNC金融服务集团的资深国际经济学家叶文斌 他们在书中探讨了制约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最大因素 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一篇幅针对中国的资源稀缺进行了分析 包括能源和其他的大宗商品、食品和劳动力 不过马洋和叶文斌并没有把分析局限在这里 他们还把稀缺的概念延伸到了社会和政治问题方面 中国 still has sort of a 20th century political system that's trying to deal with 21st century problems in society you can talk about the informational environment you have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people growing up in a society and an environment that'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was used to do so in other words, you know, fo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 system doesn't need to be, it didn't need to be so sophisticated 中共当局近期开展的反腐活动 以及抓捕在微博所谓的造谣传谣人士 马洋认为这些活动背后另有目的 说要抓老虎还有抓苍蝇 现在看来他们两个都在抓 但是我们觉得这不光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我想也是用政治的手段来开始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 书中分析中国水资源紧缺 环境恶化、食品供给不足 地理资源和自然能源有限本身 就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再加上中共当局过去几年进行了很多基建投资 生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带来很多债务和泡沫增长 而成就落后的政治体系 都是制约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 和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难题很多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它必须抓住社会上这些问题的一些主要的 或者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是从这个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破坏 来看中国目前需要的是真正的体制改革 稀缺中国还提到 随着中国人口老化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就业人员短缺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 普通民众难以负担高涨的房价等 都是中共当局应当解决的隐患 新唐人电视长春施宜军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